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走出在各項賽事四連敗的陰霾 沒有比大勝一場更加能夠振奮軍心 藍衫的東方龍師在季後附加賽四強對南華 開球六分鐘就由盧高打開紀錄 有個好開始 未能夠成功衛免聯賽 沒有錯是傷感的 但做人同踢球都只能夠向前看 贏到這個季後附加賽 還可以拿到下屆亞冠杯外圍賽的資格之外 今場對東方龍師來說還有另一層意義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待會再說吧 看看入球 敵刀頭錘避了之後補一腳就搞定了 30分鐘2比0 在竹種杯四強以0比1輸給南華出局 東方龍師今場報一敗之仇 更加將失球幾倍奉雲 8分鐘之後墨基攤到盡 快一步將球送入網派出第三彈 說真的吧 之前東方龍師的狀態真的不叫做好好的 40分鐘都不夠領先三球 是令人意外的 更加意外的事情 在上半場保持第三分鐘出現 迪高頂出一個迪高 非曲聚的頭鎚 那波刷內處出 米曹烏低身頂入 半場領先4比0 用大勝寬送即將退役的亨利鄭紹偉 可以說最好不過 半場的資宋全體東方龍師球員簽名球衣 向這名精戰15載的風將置疑 待會就會見到他出場 四球球領先都沒有放軟手腳 特別是腳 經過人左腳競射被擋出 手腳沒有放軟 迪高的頭看起來還很硬 在54分鐘頂入他自己今場第二個入球 也是東方龍師今場第5球5比0 東方龍師上下今場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66分鐘鄭紹偉入替勞高 雖然在70分鐘被對方由加藤有界追回一球 但亦都沒有破壞這個派對的氣氛 鄭紹偉之後一腳窩來 哎呀入就好了 退役派對有波入你說多好呢 那現在就成李貴賢咯 他在左路一腳撕下來就擺脫了保站 在窄位對著曾文輝 投證拔出紅牌直接趕曾文輝出場 兼佛十二碼 當時對方換人名額用光了 由麥高派露域串演門將 機會來了飛雲 不是機會來了亨利 鄭紹偉搞定 這個在89分鐘入球 令到東方龍師結果大勝6比1 還記得那陣旺角場完成改建之後重開 第一個球就是他入的 好頭開了 這個是不是尾就還未知 因為接下來還要踢附加賽決賽 鄭紹偉還有機會後命 踢完那一場 我們再一起大叫一句 亨利打邊爐了 這次比得很漂亮 其實去到尾段大家都用很齊心去 再入多些球去多謝球迷 那最後入球其實真的很開心 其實每一今季很多時候 我們未開球之前 我跟盧高和Jill和基劉雲尼 都會入球之後 會做些什麼慶祝動作 或者任何事情 盧高就 我們雜叔坐巴士來之前 他又跟我說 如果你入球 可不可以扔一件球衣給他 他會示意養給球迷 結果他第一個入球 第一個入球就是他入球 然後我很示意 他走過來我那裡 我就扔了我的球衣給他 好多謝為我做這麼多事情 亦都很多謝 那麼多球迷一路二年 對我的支持 以及為我做這麼多事情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很享受在球場裡面 謝謝 謝謝